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塔利班在2021年8月重新掌控阿富汗之后 当地女性的权益不断的遭到剥削 许多针对女性的一些保守政策 包括禁止女性就读高中和大学 而且还不准女性进入公园 游乐场和健身房等等 都逐步的落实 而两个星期前 塔利班政府下令 阿富汗各地的好几百家美容院 必须在一个月内关闭 下达这个指令的部门叫做劝善承恶部 它的前身其实是妇女事务部 在塔利班掌权之后 这个部门改头换面 多数针对女性的争议政策就是来自这个部门的 这个部门的发言人就声称 美容服务中的执发还有修眉毛这个做法 是违反了伊斯兰的教义 他们声称在婚礼期间 新娘在美容院所花的费用会给男性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由于美容服务其实是阿富汗女性其中一个工作的收入来源 如今这一条指令一下来就进一步剥夺了他们外出的机会 对于塔利班政府的做法 联合国和人权组织都表示不认同 他们指责阿富汗当局试图将妇女排挤在公共生活之外 昨天 生计已经受到影响的美容院业主和员工 他们就举起了写着 别拿走我的面包和水的标语牌 聚集在首都喀布尔举行抗议活动 他们呼吁塔利班的最高领袖阿宏扎达推翻这项规定 自从阿富汗政府下令关闭美容院 禁止相关服务之后 民间陆续出现了零星的抗议活动 昨天有大约50名女店主和员工 聚集在阿富汗首都的美容院外 高喊口号示威 公开抗议活动 在阿富汗很罕见 但是这些妇女聚集在一起 希望能够为女性争取权益 避免越来越多 依靠妇女支撑的家庭陷入贫困 妇女们这一次的示威活动 很快就遭到当局派人监视 执法人员朝天空鸣枪 还动用高压水柱驱散街上抗议的妇女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